大家好,欢迎回到NHK的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的军武器言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Larry 首先不好意思,大家好像这几天都听不到那把声 主要是星期六我们都有录节目 不过六天有些事情要做,不想拍片 然后到星期一、二,家附近有装修,非常大声 完全录不到音的感觉 接着又要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做 所以不好意思,令新闻堆积到由新闻变旧闻 旧闻变负闻,即是不好意思 会尽快出发影片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继续追踪着 现在南海、台海、世界不同的海域 现在这么紧张,中美的紧崩的状况 为大家继续报道的情况 当然,趁这宗新闻都未到负闻的情况 要快点说出来 包括早前DDG-89 马斯廷号、Mustang 远处追踪着辽宁号的状况 这张照片的构图 其实这样看也有点滑堤 因为你感觉好像有两个船员非常开心地 看着另一架船,相当捨异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发布 来自于马斯廷号的一位摄影师 他在美国海军下士,Arthur Rosen 他处理的这张照片真的有点滑味 大家首先看到里面 左手面的位置 就是马斯廷号的南长 我们叫做布雷格斯宗教 Robert J. Briggs 坐在他旁边 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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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里很扯的 这是副船长 Richard D. Sly 或者我们叫做斯来宗教 他们坐的位置 就是在南桥外面 你看到也挺有言自得的感觉 当然有很多解局 这些解局 擺明是否给解放军 好像很困难地看过他 大家再看前面那架也挺明显的 你看到首先 蓝头是轎起的 也有个元号16 所以这架大家都知道 在追踪着辽宁号 上面摆放有好几架 殲15战机 人言人数 我相信上面摆放大约8-10架 蓝载机 要全 print 要有24架就没可能了 当然很详细的视频技术 我们也不特别说 不过大家看到这次的构图 也是挺精美的 首先你看到也用广角的镜头去拍摄 即是景深认得不错 所以你看到辽宁号 和本身两个蓝掌 蓝掌虎蓝掌都是很清楚的 尽量想将整个摄影师角度 将整个picture 跌下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都挺有一种张力 挺有意义给大家看到的 当然了 如果你比较中国那边的摄影技术 你会看到是差一点的 即是你看这张 你看这张 你发觉海平线 没有发觉是不平的 是的 这个应该是picture 这张图 我不知道它要避充什么 你看前面有补给艦 战斗艦等等 这些情况都在 其实也有改进的 相对 你要学美军 事常拍照 事常就会看到 另外我们也说起 有些网友会问 为什么会这么轻易被Mustin 擠身到这么近的地方 就可以拍到辽宁号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包括4月10日 4月10日 大家发觉 当时的辽宁号 就是他们一个艦群 他们大概的位置 大家看左下角 他们的位置 其实已经是巴士海峡 位置上 你看到后面 有一架901 这个是補级艦 比较长的 240米 这架应该是算辽宁号 比较大架的船艦 另外你看到 左右有两架02D 夹着它 下面有架054A 在附近 也是一个艦队 但当然相距也有一些距离 现代的空母艦战斗群 船都不会黏在一起 基本上是一个分布式的形式 在海上 所以你说如果被马斯廷 附近跟着拍摄 其实在和平时期 其实也不奇怪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大惊小怪 为什么会被美国艦队 跟着这么近拍摄 也不是什么很差的事情 不过我们话说回头 又说回刚才那张照片 其实它摄影的日期 美国那边公布 就是4月4日拍摄 4月4日拍摄 大家又要追踪当时的 辽宁号在哪里 当时的辽宁号 应该是美国出发 穿过公固海峡 向着台湾东南面那边海域南下 当然要做很多不同的演练 大家会想到A2AD 必定是一个常用的训练的战术 A2AD就是我们所说的反介入 区域推指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 他们去做的时候 美国当然也要监察 他们如何去做这个操演的情况 就是美国海军 如果大家看看DVID-S 那些说法克斯地点 就是菲律宾海 菲律宾海事实很大 它也囊括了少少少 台湾东面的情况 如果大家看看水域的情况 如果穿过东部公固海峡 事实应该在台湾东面的海域附近 所以算是菲律宾海的范围 这个就是当时双方 预见位置的大约情况 有些听开军武器人的朋友 又会问这个问题 你早点说到 马斯廷号3号的时候 其实在长江口附近出现过 他是不是看着来吃 他是跟着辽宁号附近 如果你出现任何依辱的时候 他有火速贴着你的情况 这个也不可以说没有可能性 因为马斯廷号当时 会在日本那边出发 还需到那边出发 就过来这边 你说他是不是要看着辽宁号 或者他们的艦队 都有机会 所以你用一架DLG 钓着他尾 一路追踪着他 穿过公固海峡 一路去的 当然直至到南海 即菲律宾海的位置 才出手 才拍了这张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 这张也是4月10日附近 即是他们附近的艦船 这张照片 也引起另一种讨论 就是美军对解放军的海军 在南海的资讯战 包括整体的出入 能否掌握到动态呢? 事实这个就是所有空中的情报 海上的情报的搜集 都很有作为军队判断 即是未来的作战计划 我们是说抢占先机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从我们刚才的构图 你看到 籃长和副籃长都觉得 这种跟踪相当轻松 也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 本身也是一个重型火力的驱逐男 所以绝对能够面对任何挑战 感觉告诉全世界 我是尽在掌握中的行踪 这个热烈的讨论 当然也不只是说 辽宁号现在有多落后 或者看不到护卫编队的情况 护卫编队 主要有05 有901 052D 及后穿过巴士海峡之后 分度扬彪 分度扬彪的时候 我们说055 052 有些就屈回上去 巴士海峡屈回上涂湾海峡那边 他们可能有另外任务 又或者做一些補级 又或者可能去回东海艦队 或者去到雷州半岛附近等等 可能未来也有相关的军演进行 很难知道 所以伴随着辽宁号 会有02D 054A等等 陪着辽宁号继续出发的情况 当然 其实大家的军艦都公开航行 大家又不会打开火控雷达 看着大家 又不会鎖了 然后发射飞弹 又不会有这些位置 大家去到这么近 又应该不会做一些实弹演习 即使开枪都不会做的 所以认为大家有海上航行自由 根据国际法来说 其实两架军艦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两架军艦 说起了 其实辽宁号被人跟踪 都不是第一次 以前2013年的时候都试过 试过一架叫做Copens 这架CG63 当时是有贴着它 有这样说 当时大家相近都不够500威 但最后 Copens是有转向的 没有将两架船撞在一起 所以suppose 今次隔到这么远 Mustard 不会拆撞到尤榮号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但也说起今次辽宁号編队 其实它穿过公共海峡附近的时候 自卫队也有派出一些护卫艦 即是一架梁月号的护卫艦 就要跟踪着辽宁号的編队 当然P1 就是我们经常说 P1就是反潜的巡逻机 当时也有出动 P3C也有出动 有影响到尤榮号整个艦队的情况 不过当然梁月号 又不会像马斯廷号这么固 整个艦队 又有些构图 日本人军官没有做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来观察 今次这张照片也有另一个意味 就是如果中国在台湾附近周边进行这些海域演习 这个主场究竟是否属于中国 大家就要去判断 尤其是上中人告诉你 这个地方似乎是我家门口附近的感觉 辽宁号編队本身的演习 一定是想做我们说一下 就是阻断 美国、日本等海空援军的介入战术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A2AD 就叫反介入区域拒指 主要就是阻隔 其他势力对中国攻台干预 当然了 之前的解放军也有试过 包括试射东风21、东风26 这些我们说的反栏飞弹 北京说这些试射成功 但是美国的艦队依然都是穿入南海出入 所以你可不可以说这种A2AD是成功 我们都需要继续做观察 当然大家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包括内战美军、中国这边 包括美军 我们之前说的Macon Island 马金岛号 其实我自己很想把它译成美金岛号 看看有没有机会 马金岛号进入南海这边 很有趣 他进入南海之后 他很快就立刻做多不同的演习状况 包括和新加坡 他们有做过一个空军的演习 包括他们的F-15SG、F-16 都一起做这个演习 值得注意 新加坡订了四架F-35 所以他们这个演习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当然首先要告诉新加坡 你也是我们区域一个很坚实的准盟友 我们也是说准盟友的情况 但你也看到Macon Island 上面的F-35B有一个部署 Macon Island 未去到可以部署很多F-35B的情况 初次部署 不要紧 你会看到 未来越来越多这种示范 我们可以这样看 Macon Island 是一个相当好的示范 就是一个轻型航母 应该如何做运作 包括彩虹战队 如何运作运作 可以带给整个 我们经常说Amphibious Ready Group ARG 我们叫战备群 达到最佳作战的效能 当然它也跟罗斯福号合体 我们早前也有跟大家说 你看到Macon Island 那边也有看到罗斯福号的情况 他们合体之后 也有做一些反前演习 有做海上打击 即是出动到艦载机 所以当时的气氛也挺紧张 所以说开又说 现在菲律宾那边 即我们经常说 聖明招那边的情况 或者牛厄招 事实也是紧张 所以罗斯福号 如果开阜在附近的水域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出计 也说美国和菲律宾 将来会做空中演习的情况 好像现在美国和菲律宾 越走越迷 相信是为了在聖明招出面集结 还有四十多艘民兵 或者我们说的渔船 盘据着都不肯走 你可以这么说 罗斯福号 代表美国海军 在南海这边 做一个自由航行 和巡逆的情况 都是表态支持菲律宾的 所以看看如果罗斯福号 战斗群迫近 究竟这四十多艘渔船 会否走呢 究竟他们的立场 是否最硬正 这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观察 但怎样说也好 大家发现 其实现在的罗斯福号 和辽宁号的战斗群 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接近 南海地方 如果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他们的附近 有很多地方 都可能会处于一个尴尬位置 即是大家会否抢占一些海域 或者堵礁的情况 当然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说南沙那边 南沙这边 中国就应该变成莫及了 罗斯福号现在 能够遮到南沙的范围 应该比较接近 但我们一般都不相信 就是罗斯福号 或者我们说Megan Island 联合做夺岛的情况 虽然看上去的架势 其实真的有些机会 因为他们的演习也很过瘾 叫做南海联合远征行动 这个远征行动 固然可以包括海上打击 和夺岛的情况 你看到上面 因为有两棲运输 即是一个Somerset 一个我们叫San Diego 全部都可以做夺岛之用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大陆那边常常做演习 会不会包围东沙 即向东沙极限施压 甚至乎攻占东沙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都经常说的 当然攻占东沙 其中一个可以作为我们伟大主席的公职 就要做连任总书记 要连任军委主席 都要有一些公职 这个可不可以 东沙岛少少代价 可以一个大大的拍掌声 这个我们会持续观察 但我们也有分析过 打东沙也有它的空险之处 因为你猜不到国际的反应 会是怎样的 正如当年萨特姆 攻占科威特 他没有想过 美国有这么大的反应 国际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应 所以有时候 拆枪走火的东西 或者大家的盘算 可能正正就是一些 战线爆发的原因 这些观点真的人而人殊 但是作为军人 我相信他们两边的军部都需要评估 攻击东沙、攻击南沙岛礁等等 他们双方应该如何做这个反应 当然他们的一个点 是有没有机会 航母对航母 艦载机对艦载机 这个应该大家都相当关心 如果你说蓝载机对蓝载机 那就真正正裁了 大家知道 罗斯福豪上面 即是我们说是金头黄蜂 其实它作战半径 就不是算很大 你见它 作战半径大概是700公里 转小小 即是攀带油料 攀带弹弹弱 攻击 但如果你要cover 南海也算滑滑有余 所以要攻击南沙岛礁等等 完全不是问题 攻击西沙 也可能不需要太远的行程 都能够攻击到 对你 如果说辽宁岛 辽宁岛上面 就有它殲15 它们排面上的作战半径很大 1,200公里 大家都知道 它本身不是弹射 就是弹射上天 所以它们的弹油之间 就要作出一个平衡 大概背着30吨 以下的弹射重量 所以不能够完整发挥 弹弱不多 好了 甚至空对空 都可能大概装四飞 左右的对空飞弹 要加上一些炸弹等等 就更加少 只能够带两飞 短尺的飞弹 可以够带500磅炸弹 所以也不是特别理想 而且上面的蓝色机不够 基本上会被大和风的风轻战术攻击 所以辽宁号的防空制空相对和航母舰比 即我们说的罗斯福和航母舰比 真是蚊比和牛比 所以最佳的策略 都是要扭驱立即走 最好去回南部战区这边 包括可能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方 转移进入这边的海上演习 也叫做南海的 南海演习不实例 美军南海演习 中国的南海演习 不过此南海不同比南海 好,这就是这一节 世界防卫消息的情况 大家帮忙看广告 有短有长 长应该30秒也足够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最近Youtube频道的订阅量上升了少少 所以可以帮忙 另外可以订阅PATREON会员频道 我们是30元价钱 支持本地广东话军事物道的发展 另外多点留言 赞和分享 近日也有发现一些五毛追踪 我都可以订阅PATREON 即使用一些毛利的点 或者错误的历史观 等等都不容许在这个世界 不要涂毒世人 但有时始终小弟看得不够快 尤其深夜的马战 所以如果大家冒犯各个位 真是不好意思 大家尽量抵护自己的反驳 这些位置 当然我们不能一足高打船人 各地华人的其他不同的军迷 有些都很理性 理性讨论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观点不同 有些理性讨论都可以 另外上次探玩 去了萧生有个chat room 即是叫club house 进去说了几句话 原来挺开心挺好玩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萧生 他本身开了club house 如果有军事话题 我可能会在里面说两句 我和萧生说了几句话 我这个little fan也挺开心的 看看来附近有没有机会有互动 但我还未想在club house 开一个room 暂时还未想住 还有我们也要说一下 我们未来会做live 4月我们做live 我们的日子 暂定 暂定我们应该会在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应该不是这个星期六 就是下星期六 即是4月24日的晚上 我们暂定应该大概11点左右 我们做45分钟至1个钟左右 即是一个live直播 按照我们的主持 如果有时间 大家都会来齐 和大家打个招呼 和大家多交流 那晚当然我们会有一个主题 容后公布 好,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我们主持Larr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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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